今天已經第七次了 所以你會發現每一次每一次都第一次的環境 所以你對環境不OK的話 其實回頭可以看 這個方法是從無到有 也就是說不是懶人包 懶人包是我建立好我放上去 如果說你要自己建懶人包的話 就是在這邊啦 這個好處就是說以後如果Eclipse 因為現在Eclipse會一直不斷update新版本 2017 2018可能2019又有新的版本 那如果你有新的版本 你可能要自己重新建懶人包 那自己重新建就是這樣做 那另外的話我的建議就是說 你不只單單只是Python 可以用懶人包來做 其實其他環境都OK 所以我還蠻建議啦 如果你有時間你就多元去學習 反正有什麼就學什麼 那其實基本上我只要是主流的 大家這個職場上會用到的 程式語言工具我大概都有教過啦 所以如果你要找相關教學 網路上找應該也有 像之前網頁設計的話 從最早ASP有沒有 大概差不多二十幾年前 快三十年了 就已經在寫ASP了 所以最早有網頁 動態網頁技術的時候我就開始寫 那ASP跟VBA的語法基本上蠻像的 而且幾乎一模一樣 差別只是說一個是處理Excel裡面的物件 一個是處理網路上面的物件 因為網路跟Excel是不一樣的 網頁上面的可能 可能像VBA裡面是Sales 儲存格跟Range跟工作表 那如果是網路上面的話 它的物件名稱又不一樣了 可能就是上面的我們 我們整個叫Document 整個網頁 然後你要怎麼輸出的話 可能會透過上什麼Respond 丟東西 或取得 因為使用者會輸入一些東西在表單 所以在Phone裡面丟什麼東西過來 我要Request接收到 然後處理完之後再Respond給他 如果要資料庫的話 就從資料庫撈資料 處理完再丟 所以其實常做的 後面還要配合一個資料庫 在Python怎麼處理資料庫 後面我們也會再提到 那這個的話 影片 目前觀看字數已經300多次了 顯現大家應該都還蠻認真的 看起來 那主要是 我是建議就是說你學習 慢慢還要有觀念 就是說不要像以前一樣用死背了 像現在的 以前那年代那個 功課好的學生不代表他以後發展一定會是更好的 因為他那時候讀書是很會背 背有就有分 但問題是他會變通 會不會能夠持續學習 會不會能夠快速把一個東西學好 並且能夠活用在工作上面 這一點其實反而比你原來功課好還來的 我覺得更重要 因為未來其實會慢慢資訊會越發達 所以我建議你們未來那個 就學習的那個模式可能要改變 不是只是把它背起來而已 而且我自己的感覺是說還是要做很好的整理 整理這件事可能比你目前學習更重要 可能你現在學會了喔 你接下來後面更重要的是 是你要把它整理出一套東西 是你要告訴你自己 可能你自己一年之後 不用那麼久了 一個月之後你自己 你的應該是你的過去告訴你的未來 以後該怎麼做 像我都一直在告訴我的未來應該怎麼做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我未來可能會需要什麼東西 學什麼東西 我過去已經幫我的未來整理好了 所以想的會比較遠一點點 因為未來可能會發生 不然的話你學了之後 丟在那邊 其實就回頭看都不見了 那你又會埋怨你的過去 為什麼你不幫我整理好 害我現在要從頭再來過一遍 真的太辛苦了 那甚至有同學是 他突然工作需要 他突然想到吳老師 吳老師你以前有給我們很多東西 然後可能是幾年之後跟我講 老師你那個東西放哪裡 我怎麼知道放哪裡 對不對 你應該要把它記錄下來 你不是說我給你的 我已經很大方給你的去 結果你不把它 你不把它當一會一事 然後現在回頭問我 那我怎麼 我自己也忘記了 而且我也不保證說 這些東西永遠都會在 像影片 現在會在 以後會不會在呢 我不保證 所以以後你不要說 老師你的影片在哪裡 不要問我 自己去找 要不然你要把它整理下載 可不可以 可以啦 你要怎麼樣把影片下載下來 不過我一下都有答案 有沒有 如何下載YouTube影片 對不對 把它下載下來 春起來比較好了 對不對 還有什麼呢 那個雲端上面的東西 也不保證永遠都在喔 所以如果你要備份的話 很簡單 其實我非常大方 我沒有把它鎖起來 如果你要 你就把它下載下來 先備份 不然你就丟到你的雲端上也OK啦 你不要到一段時間之後 你可能工作上有需要的時候 才問我在哪裡 OK 這個地方的話請自行備份 所以反左過必留下痕跡 所以我們上完課之後 論壇上面的連結 就是一個很完整的 什麼呢 就是一個 算是數位教學平台的吧 上面都有影片嘛 每一段影片都會在 那也就上個禮拜我們最後講到什麼 全 那個合併全省郵局的資料 這一個單元 那這個單元裡面的話 其實如果你已經忘了差不多的話 像我的習慣啦 其實你要從頭想一遍 哇 太累了 所以怎麼辦呢 有那麼快一點嗎 有 因為我們其實已經 都把它怎麼樣 放到雲端上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有一個DIR 那這個DIR裡面就是我們那個目錄名稱 還記得吧 所以可能我們會需要 一一先把那個 全省郵局那個範例檔 我是放在這邊 把它下載解壓縮 我把它解壓縮 那因為我是解到低疊 低疊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這個 全省郵局這個資料夾 第二個的話呢 點上面一下 我打一個什麼 CMD還記得吧 如果你要把它輸出一個什麼 DIR 還記得 這個DIR蠻好用的 DOS如果你不太會用 你建議你就是 還是稍微看一下 DOS相關 因為這裡面也可以打一些指令 那如果你要輸出的話 DIR 空一格問號 那或者直接打一個 斜線B 有沒有 它就清單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清單輸出的話 就是DIR 空一格斜線B 空一格 然後一個 箭頭是那個什麼呢 這應該是小於吧 大於 大於 大於就是 輸出到 某一個 DR.TST 它就會幫你把上面之間 變成一個 那個 一個TST 這個還蠻好用的 因為平常 比如說要整理某一個 目錄底下的檔案 或者是 某一個目錄底下的指 目錄很多個 那我一樣可以用這個方法 它就馬上幫我輸出了 OK 好 這一招其實書上也應該找不到 好 這邊的話就有清單了 那不過這個可能不要 你就把它delete掉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我們前面有講 就是你可以用那個 File的方法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讀到一個什麼 讀到一個串列裡面 所以這一段程式 假如你要合併的話 當然你忘了差不多 雲端上有 你把它Ctrl C Ctrl C之後的話 你就在這邊按右鍵 鍵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 Module 名稱的話也許叫什麼 全省郵局地址 用中文也可以 這邊其實不一定要用英文 你不一定要想那麼累 你就想 然後按一個finish 然後呢 我這邊已經把它貼上來了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 先那個 OpenDI 所以這個檔案一定要存在 第二個的話 把這裡面的東西 用Realize 為什麼用Realize 因為它裡面 基本上都是什麼 都是一行 一行 有沒有它很多行 它不是全部串一起的 所以你不能用Realize 要加Realize 加S Realize OK 那這邊的話就是把 這些全部都讀到這個List1 那做什麼呢 我在把這個List1裡面 也就是說 這些東西 全部都幫我丟到哪裡呢 這些東西 幫我讀到List1的串列裡面 所以呢 這個串列裡面呢 它就長什麼樣子呢 一個中瓜糊 先放三重進來 然後逗點 再中立 再逗點 意思類推 最後中瓜糊結束 到鳳三嘛 OK 就長這樣 那如果要一個一個把它分別讀出來的話 應該還記得吧 4 有沒有 4H的敘述 Name的話 就是說它會先取第一個 取三重 所以它會先丟三重.tsd到Name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名稱 串接我們的完整的 有沒有 全省邮取地址 然後呢 再把三重放到後面 因為它會多一個換行 為什麼多一個換行 因為這個後面的換行也會被讀進去 應該前面有講過了 然後呢 我們就 方別把它 這邊 這反斜線主要是因為我們串接的關係 如果你沒有加一個反斜線會出錯 就是反斜線的反斜線 然後分別把它先 就把它什麼 open它 這個路徑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它全部讀進來 然後關鍵的地方read ok 如果你要全部讀的話 它就用read release 是怎麼樣 把裡面每一行讀取到串列 這個是全部讀取到一個 這個 一個字串變數 所以特別主要 它是全部讀進來 放在字串裡面 然後呢 再把它寫出去 寫出去 用A模式變O 然後呢 記得後面再加一個Enter 為什麼要加Enter 因為你輸出的話 沒有Enter 它變成三重 下一個中立的話 中立的第一行 會在三重的最下 最後面一行的 右邊的 所以會 強迫多一個 換行符號 這樣我們把它執行出去的話 看一下 應該就ok了 合併完成 工作裡面其實有蠻多類似的工作 不是分就是合 我現在就要把它全部合 因為未來的話 可能要找它全部分出去 分的話怎麼分呢 比如按照縣市 像這邊的話 它是按照那個區域 它三重可能裡面還包含 其他可能隔壁縣市吧 那也許你可以把它先合併了 也許就可以再把它 一般是塞到資料庫 塞到資料庫裡面 你再去做篩選 應該會這樣做法 那只是我們這一題練習是 把它合併 合併完之後的話看到 結果可以看到一個O 打開 ok 這邊就可以看到 有沒有 三重一直到這邊 中立的話到這邊 到這邊 所以基本上這個反鞋線N在這裡 然後換行到中立 ok到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 三重裡面好像還有放什麼 蘆洲、五谷、淡水 所以其實三重應該是新北市 我覺得比較恰當 不過它這個分局命名 我不知道它怎麼放 反正我們只是要合併的話 那我就利用這樣的方式 快速就全部把它合併起來了 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 像以前我用其他語言寫 很麻煩 但Python這個地方真的非常簡單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上個禮拜 最後講到的 所以裡面重點1 DIR.TSD 然後把它讀進來 分別再把它 這個地方是讀 這個地方是寫 那寫的話重點就是 用A模式 不能用W模式 最後合併完成 但是呢 這個地方寫完之後 同學就馬上提出一個問題說 可是老師 以後呢 如果你還要每一次到這邊 CMD 然後輸出一個DIR 這樣好像有點麻煩耶 有沒有什麼方式呢 可不可以不要DIR 不然的話感覺好像 這個有點像那個 不是全部程式 而且是一半是寫程式的 一半是手動的 不過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當然解決問題 好像也會這樣啦 只是說如果我 同學說 老師可不可以有沒有 全部都用程式來完成 意思就是怎麼樣 我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自動讓我知道 這個目錄裡面呢 有幾個檔案 自動幫我放在一個 什麼呢 一個串列裡面 然後我以後就不用這麼麻煩 還要什麼 點一下什麼 CMD 然後還要寄那個 DIR的指令這些啊 可不可以不要 當然可以 那怎麼做 其實這邊的話 可能需要用到一個 什麼 OS OS好像前面有一個 曾經用過 這OS還蠻好用的 顧名思義 Apporation System 就是你只要是檔案 相關存取 就可以靠它 它能夠做什麼呢 裡面的話 就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要想要知道 詳細的內容的話 可能要往下拉 拉到哪裡 底下 這邊有一個 在比較底下 OS套件 這邊的話呢 就是什麼 它有 其中有一個 比如說你要建立目錄的話 就OS.Macdir 其中底下一個 重新命名啊 刪除檔啊 其中有一個什麼 OS.Work 叫 我這個翻譯有點不適合 我覺得比較好的應該是什麼 全檔 全檔目錄 其實應該不只目錄 它還包含檔案 和檔案才對 所以就 反正就是這個意思 這後面可能還要再加一下 應該是還包含檔案 那 OS.Work它就可以 也就是你今天告訴它一個目錄 它會幫你把那個目錄裡面 所有 如果有紙目錄 它會幫你列出來 還有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 它的檔案你會幫你列出來 用什麼方式列呢 就丟回來給你一個串列了 其實就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我們剛剛寫的這個 就是它自動產生這個 然後自動幫你產生這個串列 所以其實如果你會用 OS.Work的話 這兩行就可以不用寫了 也可以不用那麼麻煩 DIR了 怎麼做 不過等於要多學一個東西 OS.Work 怎麼做待會再來看好了 畫面切換給各位 請各位 把全審郵局這一題 稍微複習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何自動去幫你 得到那個目錄裡面的 所有的檔案 所有的檔案